家住湾区奥克兰的霹雳奥德夫妇在使用门山都年年春除草剂30多年后 分别被诊断患上同类癌症、非或其境淋巴流 律师指出,这对夫妇每周使用一次该品牌除草剂 一年中使用9个月,直到他们被诊断患上癌症 因此质疑该除草剂中使用的化学物质草甘磷是罪魁祸首 在5月13日举行的最终庭审中 大陪审团认定年年春除草剂给消费者带来致癌分险 并指出,孟山都在知情的情况下没有在其产品上给予提示 孟山都被裁定向这对夫妇支付5500万美元的直接性赔偿金 以及20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 此前,一名叫强森的旧金山人也在使用相同除草剂后 被诊断患上非或其境淋巴流 他因此起诉孟山都 旧金山法庭判罚孟山都赔偿2.9亿美元 面对这一项指控 孟山都方面坚持说草甘磷是安全的 表示将进行上诉 原告律师则表示 今次的判决不是诉讼的终结 而是一个开始 直到孟山都对其产品承担责任为止 新唐人记者文欠宗和报导 郑田